美方声明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违背自身所作承诺 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已经向美方表明严正立场 并提出严正交涉 美方吹捧粉饰台湾所谓民主和贡献 为台说相 企图偷换概念 混淆视听 但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动机意图 看得一清二楚 五十年前 美国妄图在联合国制造一中一台 或两个中国遭到挫败 今天 美国如果还想要开历史的倒车 就是站在14亿中国人民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对立面 注定要失败 台湾当局 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极力拓展所谓国际空间 在台独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是对台海和平与稳定最大的现实威胁 也是造成台湾近年来参与国际民航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构活动 屡屡碰壁的症结所在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错误言行不断 中方都已经做出坚决必要回应 如果美方继续在打台湾牌的道路上 一条路走到黑 必然会给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的巨大风险 严重损害台海和平稳定 也必将严重损害美方自身利益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承诺 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遵守联大第2758号决议 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错误言论 停止驻台拓展所谓国际空间 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默克尔总理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任内曾12次访华 发起并同中方共同主持了全部六轮中德政府磋商 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和各领域友好交往 走深走实 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也为推动中欧交往合作 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事实充分证明 只要中德双方坚持巩固和深化互信 本着平等相待聚焦合作 互利共赢的相处之道 就能推动双边关系 不断取得新发展 我们期待德国新政府 延续务实平衡的对华政策 巩固中德关系合作的主基调 在中国新疆 人民安居乐业 民族和谐共存 社会繁荣稳定 新疆存在所谓强迫劳动 纯属弥天大谎 个别西方政客 鼓噪所谓强迫劳动 实质是打着人权的幌子 搞政治操弄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遏制打压中国 特别是新疆发展 破坏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 他们的图谋 不仅不会得逞 反而由于制假犯假 而损害自身 甚至美国的信誉 欧洲议会是欧盟重要官方机构 其成员理应恪守欧方所作承诺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维护好中欧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同时我要再次强调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坚定不移 中方对捷克议会参议院和有关人员的恶意 挑衅行径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一向解放提出严正交涉 将做出正当和必要的反应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是铁的事实 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捷克少数人的卑劣操弄 注定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 我们奉劝捷克少数人 趁早改弦更张 否则必然自食其果 我们也证告台湾当局 企图邪言自重 企图邪阳自重 搞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 中方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与意志坚定不移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 在交换疫情 或者这些数据 带过了 或者多年半的情况 谢谢大家